哈喽大家好,我是华强北小王哥 最近有很多朋友说 苹果手机的版本比较多 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 以及它们之间的性价比 到底哪个更好一点呢 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手机版本之间的一些区别 以及我们该去如何的去选择它们 目前市面上苹果的版本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国航版 也叫大陆版 一个是海外版 大陆版顾名思义 就是在国内上市发布的机型 就叫国航版 也叫航货 海外版呢 就是在海外上市发布的 就叫海外版 也叫大家俗称的水货 比如说在美国上市发布的 就叫美版 在日本上市发布的 就叫日版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在海外上市发布的机型呢 通称为海外版 或者是大家俗称的那种水货 对吧 但无论是航货还是水货 它们都是在国内 富士康代工生产的正品机器 只不过是因为上市发发售的地区不同而已 所以说就会有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版本 那么我们该去如何去选择它们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新机型啊 比如就拿这个苹果12系列来说 目前港版的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 因为港版机型和国航版本的话 它是一样的配置 都是双卡双贷 支持5G网络的 而且呢 它也是在国内享有这个全国联保服务 对比国航来说 它的机型的话要便宜500到1000的 所以说个别版本 港版机型到全新机 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港版的就行了 还有这个美版的12全新的 为什么不考虑这个美版的全新呢 美版全新微激活的 对比港版的只便宜了三到四百 但是呢 美版机型它是单卡的 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商啊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双卡用户的话 或者单卡用户买全新机的话 就不推荐你买美版 性价比比较低一点啊 但是说可以买美版那种 全新激活啊 未使用的那种机器 也就是说 它是已经激活的单机那种 那种的话差价就比较大一点了 起步的话就要1000以上的差价 这种机型呢 就好比一辆准新的二手车一样 别人已经把这个购置税给你付过了 一些相关的费用已经贴进去了 所以说买这样的机型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二手机我们该怎么选呢 如果说你没有双卡需求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美版的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这个XS Max XS Max 256G的版本 目前市场拿货啊 3300到3400左右 而双卡版本的港版或者是国航拿货 就要3700 3800左右了 差价有个三四百四五百块钱的一个差价 如果你是用一张卡 就可以考虑买美版的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是还去买这个双卡版本的机型的话 那就不是浪费钱了吗 对吧 如果说你必须要用两张卡的话 那就只能选择这个国航或者是港版的了 对吧 当然了也有很多这个市面上一些朋友 听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些某些博主说啊 买美版单卡呢 我花几十块钱可以给你改个双卡的 但是在这边小光哥奉劝大家 改双卡的毕竟要动这个手机内部的主板 后期使用呢 有一定的风险 对吧 这个的话 大家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吧 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美版的信号啊 不是特别的好 还有说美版的这个什么质量啊 没有过行的啊 这个好 在这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可能是用说这些朋友的 说这些话的朋友呢 可能是之前是买的是那种美版的有锁机啊 有锁机信号 对吧 他就他就说这个质量差 对比过行的不行 我想说的是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苹果呢 手机是美国的公司 他怎么可能会给自己的产品 对吧 做的不好呢 人家给自己的产品 如果做不好 他怎么会去全面的去推广 对吧 你想想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他的机器好不好 他们都是富士康生产代工出来的 只不过说是 他是有一些是运营商的定制 绑定的那些有所的机型 对吧 并不一定说是我们这边国行版本的 他就做工好 对吧 国行的贵 也不是因为他的品质贵 国行这边为啥贵呢 是因为他的税收 以及他的这个售后保修这些服务 你买国行的机型 他是在国内享有这个全国联保的 而美版的机型呢 在大陆这边是没有 是没有保修服务的 所以说的话 是贵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说贵在他手机的一个品质上面 他们所有的品质品控线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这些手机版本 而且以及我们去如何去选择他们 如果觉得我说的对大家选机构机有一定帮助的 欢迎大家给我点个赞啊 下期视频呢 我就再给大家解答一下 为什么华强北市面上 二手美版的机型比国行的要 要多 而且这个档口老板也更乐意去卖这些 美版的二手机器 好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小光哥 我在深圳华强北